- 各位免禧大家好,我是道遠還是跳舞? - 各位免禧大家好,我是道遠還是跳舞? - 秀哈,來,堅持 - 各位免禧先進還有我們的好朋友們,行下的一些貴賓 - 大家好,免禧一些 - 歡迎,歡迎小重手黃眼的飾演的角色 - 大家好,我是男主角黃遠 - 很可愛,自己說我是男主角,來,我們請舉主角,來,各位介紹一下 - 大家好,我是男主角黃遠 - 是,我覺得今天非常開心 - 這個,我們在上一次節目有多樣做的朋友嗎? - 大家好,這是一個就是家庭的關係 - 然後家庭關係有不好 - 但是他又很喜歡跑步,因為跟著對著一起 - 從小到大,就是一直在跑步,然後 - 但是他有被就是被拒絕 - 然後那個,相對不熟啊 - 但是是碰到他的他 - 他給我的很多很多的 - 他是,他用他的 - 他也不可能 - 他用他的方式 - 讓我了解這件事情 - 然後又繼續,然後 - 越來越高的也越不一樣的 - 對,就是遇到的這位俗姐教練 - 在這位跑步上給你很多建議 - 也在人人身上給了你很多不一樣的影響 - 是嗎? - 要輕易放棄 - 是,不能輕易放棄 - 喔,家瑋瑜還會先放棄 - 起婚記在裡面飾演的秦學姐 - 整個超靈演出耶 - 這是一個超高靈還是超膩 - 我覺得你是整個 - 超靈的意思是超膩 - 而且我今天在洗手間碰到賴雅妍的時候 - 我就說賴雅妍,你現在整個人發光靈 - 真的散發的女神光靈 - 她好鼓勵喔 - 我講過,是發誓,我想真的 - 你知道他們剛剛那個曝光度 - 都在往下的條件 - 你看到已經爆掉了 - 你看你現在整個人都發光 - 那你替我最後一個問題可以接受 - 對 - 我把大家分享的話 - 全部都在童正演的 - 是 - 因為《光靈的約定的這部電影呢 - 講的是一個夢想 - 那夢想的他們就是用一個比較 - 一個旅程的方式 - 所以他們講跑的故事 - 然後小松她就是一個跑者 - 其實在戲裡面的時候 - 以前這個角色 - 原本以前也是一個跑者 - 但是受了一點傷 - 遇到了一些挫折 - 然後本來已經想要放棄了 - 但是透過看到童遠 - 這個角色在戲裡面不屈不倒 - 想要好贏,想要跑道 - 想要衝刺的熱情跟毅力 - 因為我自己也可以感動 - 所以我訓練她 - 訓練她能夠成為一個很優秀的 - 好麻辣的選手 - 是 - 然後一方面是完成我自己 - 曾經也會完成一個夢想的 - 還會有真實的感受 - 宏玉你演得好好喔 - 哇 - 趕緊撐上 - 對啊 - 宏玉你那個小呆耶 - 你演得好好 - 沒有沒有 - 學姊姊演得很好喔 - 剛才有點被電到 - 真的 - 被學姊整個電到 - 剛剛沒有那種 - 不知道就是甜甜的感覺 - 甜甜的感覺 - 而且就站在亞洲的旁邊 - 因為我沒有看到我 - 然後就是有拍送那個 - 勾過來 - 對 - 所以視觀眾也會被 - 雅妍勾過去對不對 - 雅妍 - 雅妍自己覺得呢 - 終於恢復女兒生 - 拍了這麼 - 讓大家看到就想被人勾的感覺 - 其實這部電影 - 是我變男生之前 - 最後一個角色 - 是 - 所以 - 就等於是 - 我現在在看的時候 - 是我 - 你知道 - 公訴書之前 - 闊別多年之後 - 然後原來我女生是這個樣式 - 然後 - 呃 - 剛剛看上其實也會有點實實的 - 因為我覺得講的不只是夢想 - 然後講的一些親情 - 對 - 她跟我媽媽之間的親情 - 然後就是 - 學姊跟學弟之間 - 若有四五的愛情 - 然後每個人心裡面都有痛 - 都有傷 - 然後有失敗 - 然後到最後不知道有沒有成功 - 我覺得那個過程其實 - 你現在終於可以理解 - 為什麼那個時候在拍的時候 - 導演會一直要求說 - 我們在意 - 我們在意 - 我們在意的 - 因為幾乎天沒有亮 - 就得出門 - 為什麼 - 因為這麼漂亮的景 - 然後這麼漂亮的光 - 然後這麼棒的場景 - 尤其是 - 為什麼要一次再一次 - 其實也是要逼到那種 - 真的是在冒險的 - 那種奇地的那種感覺 - 對 - 因為他就是太喜歡 - 讓演員崩潰的一個導演 - 是不是 - 終於告狀了 - 對 - 他這導演崩潰 - 你才可以真實 - 現實演出崩潰 - 我覺得這個對於黃源來說 - 是不是在裡面 - 幾度你一拍 - 過油會撐不下去的感覺嗎 - 我是還好 - 只是覺得就是 -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機會 - 這樣就反打了 - 大家眼裡唱 - 因為他抱怨你稱讚 - 對不對 - 一定很會講話 - 一定很會講話 - 謝謝 - 好 我們請導演跟今天的 - 稍等我們一下一下 - 讓一個Move轉身 - 站到最對的位置 - 來 我們先看正中間 - 好 四位的右手邊下方 - 當中發展出 - 一樣的感情 - 一樣的感情 - 一定會講話